新北市平溪天灯节今年迈入第16个年头 每年都吸引国内外数十万人造访 今年一共规划了三个场次 第一场将于2月3号在金铜国小举行 由于当天是逢农历的正月初四迎财神的日子 所以特别制作了元宝天灯要让民众施放 而在活动记者会上也首度曝光了这个特制的财神元宝天灯 每年吸引国内外数十万人造访的新北市平溪天灯节又即将到来 在活动首场记者会上 除了抢先曝光春节银财神特制的元宝天灯外 主持人吴依佩还以三个关键数字来介绍 这个被国外媒体誉为此生必有的经典庆典 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表示 今年的活动分为三个场次 第一场在2月3号举行 希望大家一起来点亮天灯让幸福升空 希望各位第一场我们来参与 我们从去年的2013要进到今年的2014 也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主题 我们一生一世幸福升空 记者会上还邀请了五位外国朋友 来分享他们参与品息天灯节的感想 其中一位来自法国的Lina来台四年 年年都参加天灯盛会 她说还在法国的时候就深深被天灯吸引 所以法国的网路有我们台湾放天灯照片啊 对啊 那你们觉得 大家会觉得是非常漂亮 所以有这个可以参加 就是非常的好非常棒的感觉 非常棒 所以你来台湾第一年的时候 第一个想去做的事就是什么 放天灯 就是放天灯 所以我们Lina就这样一连放了四年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今年活动规划了三个场次 分别是2月3号在金童国小举行 将有120盏4尺的元宝天灯让民众释放 第二场是2月8号在平息国中举办 第三场则是2月14号 当天既是元宵节也是情人节 将加码200盏爱心天灯让民众释放 释放的活动均需事前在网络报名 民众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 记者杨宝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